听到你们这样子讲 其实他会有点急的 他一直叫我急手 一直这样讲一直讲 因为我们都是河内府区的居民 我想说应该是大家的水准都不高 应该是不管是说明会也好 沟通会也好 都要心平气和 跟前面的一起 跟我们前面的 不管是持继也好 长官也好 李明代表 或是议员代表 我是觉得都要心平气和 不管是说明会也好 沟通会也好 我们既然是住在同一个地区内屋区 我们都要心平气和听听 他们怎么规划 他隔壁这个北北 他一直叫我讲 他叫我讲什么 他写了一个 他说行政院院长讲经国先生大建设 有多少人反对 可是现在利益是谁在利益呢 那时候如果不建设 现在哪有那么好的台湾 这是他的经验堂 他很激动 他说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 他一直叫我说 你一定要站起来讲 因为他是浙江裔 他怕大家听不懂他的话 所以因为我是 我也听得懂他的话 我很努力的在听 结果他怕我听不懂 他写下来 叫说你一定要站起来 跟湘青讲这句话 我说好 今天我任务达成了 不管是说明会也好 多通会也好 内湖的居民是不是数字最高的 谢谢 谢谢 这个白衣服的先生也举很久了 谢谢 各位亲爱听大家好 多说明天